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前天的节目 我曾经做了一期关于郑州京广隧道 这么一期节目 在这里我引用了一个数字 6000人 这个6000人还是在现场工作的一个 拖车司机 他的爆料 据说他在爆出这么一个6000人数的之后 他的手机就被收了 所以说这么一个6000的数字 在网上就传开了 我也是引用这么一个数字 现在就是说在网上有很多人都在质疑这个数字 那么你要是按照这一个科学计算 下班高峰期几公里长的隧道 几千辆车 那么这个数字它是经着起推敲的 虽然说这个数字有待上去 但是真正的数字 我相信是每一个人都特别的关切的 而且像对于前天的节目 在国内的还有很多人认为 这是给国际的反华势力递刀子 实在破坏中国的形象 实在唯恐天下不乱 给党国添乱等等 那么现在随着事情的后续发酵 有越来越多郑州的市民 他们要求公开录像 公开什么录像 监控摄像头 在国内的人都知道 一道路口 特别是十字路口 那电线杆子上面挂满了 全部都是摄像头 摄像头的作用是干嘛的 很多老百姓 他们对摄像头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的生活太安全了 在中国怎么可以如此安全 你躲在角落里抽根烟 摄像头都给你拍的一清二楚 很多人觉得这是保护人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 好 既然国家投入了这么多钱 去监控每一个市民 到处都是摄像头 那么在京广隧道里面 有没有摄像头 肯定有摄像头 那么此时此刻 那是不是要把这个摄像头给公开了 官方媒体报道只死了几十个人 刻意淡化这一次灾难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平息天下悠悠之口 只有把真相给公布出来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诉求 这是所有郑州人的诉求 在这里不分你是小粉红还是反贼 跟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无关 这是真相 这是每一个人需要去了解的真相 那么今天早上起来 我曾经看了一段视频 就是说郑州有很多的市民 他们都是跟自己的亲人失联 联系不上了 怀疑是不是开车进入进口隧道了 他们就是急切的想要知道 自己的亲人在不在里面 然后是跟现场那些维稳的警察 反正是穿制服的 不管说是武警军警 还是其他的军警 县特起了冲突 然后就是威胁 殴打 不让你拍照 不让你去传播 比如说你的诉求全都给你驳回 那些郑州人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想要的就是一个真相 这个隧道里面到底有多少辆车 有多少人在里面还没有被救出来 这是所有人都关系的 这个跟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无关 跟所谓的什么敌对势力递刀子 跟这个也无关 对于我前天的节目 6000人这么一个数字 有人说我造谣 这不是我在造谣 我是在网上看到其他人的爆料 我拿来引用 首先我不是造谣 那么有人质疑6000人这么一个数字 我所希望是什么 你赶紧公布录像 欢迎使用真实的数据来打我脸 如果说当时的隧道里面 没几辆车 一眼望闹头 也就那3300两几辆车 也没几个人 如果说你把真实的录像给公布出来了 那就证明我这个数字造假了 如果说你公布出来的录像 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车 这就性质就不一样了 郑州的市民他们的诉求很简单 就是一个真相 你不要藏着掖着 你不要试图去掩盖老百姓 你可以掩盖一时 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段 去欺骗所有的人 那么对于郑州民众的要求 对于公布隧道内的摄像监控 可能官方给出的理由 被水淹了硬盘坏了 等等他就是不给你公布 这都成了国家机密了 平时我们看国内的城市 像郑州也算是次一线城市 北上广州那是一线 像郑州这样的省会城市 也属于是次一线的城市 以前我也去过郑州 建设的也确实漂亮 那基础说是建设到步行街里边 人挨着人 脚跟挨着脚跟各种各样的美食 来往的人群 感觉非常的幸福 岁月静好 那是表面 亦有点什么天灾人祸 像这种看似繁华 看似灯火蓝伤灯红酒绿 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 在这里我还是希望一些国内的朋友们 能够改变一些观点 今天咱们节目聊到摄像头 咱们就重点去说摄像头的问题 我记得从2004年05年开始 那个时候像这种摄像监控 它就成了一个爆炸式的增长 当时只要是处在这么一个行业里面 去服务这么一个产业的 不光你是卖摄像头也好 你还是卖电缆也好 你还是搞什么工程安装也好 从事这个行业的几乎都赚钱 对于摄像监控这么一个行业 整整是一个10年时间 当时我的电脑城工作 整个电脑城的一楼 有一半都是在做监控设备的 你在深层子想一想这些监控设备 那都是政府部门的采购 凡是在国内有车的朋友们 每一个人都是有切伏之痛的 只要是在国内有车的人 无一例外 每一个人都是有着切伏之痛 每年因为摄像头拍照 被罚了多少款 我在这边我还认识一个投资移民过来的 人家家里也有钱 他在北京都三四辆车 每天线号码都是轮换着开 就在那种情况之下 每个月都要缴大概2000人民币的罚款 每个月至少2000 躲都躲不掉 为什么 到处都是摄像头都是监控 这些摄像头 这些监控在监控老百姓的时候 在创造收益的时候 那真的是一拍一个准 一拍一个准 谁都躲不掉 不是有一个笑话说 拍摄到董明珠 伪章多少次 伪章几千次 后来一查才发现 这是在一个公交车的侧面上 有一个格力的广告 那是董明珠在代言 拍到了董明珠的脸 就误以为董明珠在开车 就给他开罚单 那这是在这些摄像监控 在创造收益的时候 对老百姓敲鼓吸髓 一点都不手腕 那么在服务老百姓的时候 在回馈社会的时候 他们起到什么作用 你见过有谁家 在中国有这么多丢孩子的 我没听到有谁说通过监控设备 锁定嫌疑人 把孩子找回来的 就是说当你财务丢了 遇到歹徒了 孩子丢了 在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想去查监控 基本上都是坏的 不给你服务了 你没有油水不来钱 我干嘛要给你服务 不扯远 咱们再聊回今天这个主题 就是说到底有多少人没了 那么我还看到有人发了一个抖音寻人 一张图片拉下来至少300人 至少300个视频 有300个人发视频寻人 那就算是每一个人要寻找一个人 那也是300人 你官方说几十个人 这肯定是说不过去的 在这里还有一个转化率的问题 并不是每一个失踪的人 他的家属都会在抖音上寻人 也有些人他们不会玩抖音 那么没有在抖音上寻人的人 这些家庭又占多少 乘以5还是乘以10 现在这两天对于京广隧道 到底有多少人没了 对于这么一个讨论是越来越激烈了 以至于在郑州这个地方 是引起了民怨沸腾 甚至现场引起了一些军民冲突 或者说是警民冲突 这是大家共同的诉求 现在很多那些家人失踪的联系不上 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即使家人不在了 人没了 那么也要想办法把他的遗体找回来 也得让他们入土为安 生前受罪也就罢了 死后都没有尊严 这就很可悲了 你想想内心当中是很悲凉的 在遇到灾难的时候 没有及时得到救助 然后灾难发生了 人没了 想把遗体找回来 想让他们入土为安 连这么一个最为普通的 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诉求 这个都满足不了 想要去公开这个摄像头监控 他也不给你公布 我不相信在这么长的速道里边 一个监控都没有 有了监控 那就意味着能够创收 他不可能说没有监控 只不过不给你公开 公开意味着什么 公开就意味着真实的死亡人数 可能不止6000了 可能比这个数字还要大了 到底是谁打了谁的脸 到底是谁在试图欺骗老百姓 今天这期节目跟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无关 我也懒得去说那些什么一党独裁 遍地是在像这样的观点 我也不说这个 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一个最朴素的诉求 能不能把隧道里边的摄像头监控 给公开 给大家一个真相 你把这个真相给公布出来 像我这样的自媒体 我自然我就闭嘴了 我就懒得再去做内附的节目了 关键是你官方的媒体 你官方对此处理的态度 你无法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倒逼我们这些自媒体去发生 去追求真相 而且对于这一次金广隧道的事件 你看那些媒体 咱们就不说国内的媒体了 国际上的媒体 什么法广了 德国之声了 还有一些其他什么BBC了 VOA 很多媒体在引用数字的时候 好像都跟商量好的似的 一定程度上 那都成为了外宣组织了 说到这可能又要扯到意识形态之争了 意识形态的话题 今天这期节目就不多聊 我就希望 郑州金广隧道的摄像内容能够公开 不是怀疑6000这个数字吗 我特别希望能够出现真正的数字 科学的数字 如果真的只是少部分人 几十个人或者说是一两百人 跟我说了这个数字差距特别大 那就是打我脸了 那时候你让我去道歉干嘛的 我都没问题 但是现在你政府 你不公布真相 那我就要持续的去挖掉真相 好吧 那这期节目的就先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